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LoraOne868模块 然后LoraOne868模块有电源接线端子和两路485端子 然后电源的话可以支持85到265V交流电 一般使用220V交流电 然后两路485都可以读取数据 可以支持Modbus协议和DL645协议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用一路 用A1B1这一路485来接电脑进行参数的配置 A2B2这一路485接表的485 接下来我们进行LoraOne868模块的配置 进入配置之前首先要进入配置模式 长按Dplay按键5秒 等灯按照一秒闪烁一次的频率闪烁时 即进入配置模式 然后我们选择对应的串口 选择对应的串口 点击打开串口 然后接下来我们首先要配置入网参数 选择详情 然后入网参数 还有一个是第一部分是入网的方式 一个是OTA和APP 我们一般用OTA模式 然后勾选ADR自适应速率 然后下边的三个参数 一个是DEVUI APPUI和APPK DEVUI和APPK是通过服务区获取的 我们打开服务器 选择相应的设备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复制这个DEVUI这个参数 还有APPK APPUI可以不用选择 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 我们使用的是4852窗口与表连接 所以这个地方选择OT2 也可以选 如果是表与485的A1B1接的话 就选择这个地方 现在的话我们是用的端口2接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地方 选择波测率9600 数据校验81 然后协议选择Modbus RTU协议 点击详情 然后我们来添加一个设备 设备 设备地址是1 超时时间是1000毫秒 重视次数5次 重视时间60秒 然后点击添加设备 然后点击添加计存器 这个地方功能码选择03 读取间隔10秒 计存器地址4096 计存器程度1 点击提交 点击保存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配置上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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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控制 然后 使能 这个地方 每一个 每添加一个 就添加了一条上行数据 一共可以添加32条上行数据 端口 选择 2 端口可以是2到220之间 时间 上传时间 是60秒 然后点击增加数据 类型 类型的话 可以选择0 也可以选择1 0的话 是上传固定数值 1的话 上传的是 1的话 上传的是变量 这个地方选择1 长度是2 起始变量索引是0 这个起始变量索引 这个起始变量索引 对应的是 设备里边的 数据长度 数据长度 MODBUS 读取一个的话是16位 两个字节 然后 索引的话是 一个索引是一个字节 所以说这个地方 索引是从0开始的 然后 如果这个地方是1的话 索引就有0和1 两个 这样我们参数就配置完毕 接下来我们写入参数 写入参数成功的话 会有一个提示 写入成功 然后接下来我们重启模块 重启模块之前 我们先进入这个 参数来看参数的这个页面 然后点击重启 重启了之后 它首先会入网 入网的时候 这个灯闪烁是快速的 然后入网成功之后 按照一秒一次的闪烁频率进行闪烁 然后入网的时候 它就会有个参数 可以从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个的数据类型是 入网请求 然后接下来是 入网接受 入网接受 然后这一条就是咱上传的数据 端口是2 这个地方的端口对应的就是 我们现在是按照一分钟上传一条数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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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